Q版回合制手机游戏《新古龙群侠传》延期上线与三大侠客强势释出。 8888 Play代理巨人网络研发的Q版回合制手机游戏《新古龙群侠传》原定于4月27日至5月4日开放煽荡测试,但为了让玩家享受最佳的画质与效能,将延后制。 5月5日至5月11日推出,请各位玩家们耐心等待。 创新收集是侠客组合,自由搭配应对策略。 涵盖古龙 56 布武侠小说经典人物,可收集多达上百名侠客轮番上阵,阵容多变,根据玩家自由搭配不同的战斗模式,加以变化出无穷无心的侠客组合与应对战略。 以下为新古龙群侠传角色释出,陆小凤纵无灵犀致,眉毛一看好。 陆小凤总是可以遇到稀奇古怪的事情,但又总能靠住智慧风凶化级,可以说他是古龙笔下的柯男也不为过。 他擅长的武功名为灵犀意志,只要是向他攻击的武器,无论是什么都可以加得住。 江湖上盛传他用灵犀意志粉碎了叶孤城的天外飞仙。 在新古龙群侠传,在新古龙群侠传中,陆小凤将成为你最得力的帮手,靠住他的智慧一起解决武林的阴谋吧。 西门吹雪。一剑西来,剑神一笑。西门吹雪外号剑神。擅长用剑,剑法超绝。 西门白衣,面容冷峻,剑法地族江湖,其人不苟言笑,事件如命,取人性命在电光石火之间,是杀人为艺术。 所居住的万眉山庄,如西门吹雪这四个字一样,闻之令武林人收寒。 西门吹雪生兴冷僻,只有陆小凤才勉强算是他的朋友。 他始终一见到为生命的最高追求,书中大多时候给人无情,冷漠的感觉。 叶孤城天外飞仙,人见合一。 容貌秀丽端正,自幼痴心向剑,写天资极高,自己悟得上成剑道如同剑中之仙。 叶孤城自创辉煌至极的剑招天外飞仙与眼南天独创强大无双的剑术。 震剑绝都是傲视天下的剑法,名震海妹。 配剑飞红乃海外含铁精英所著,吹锚断发,剑锋三持三,净重六斤四两。 若论剑法之喜吕灵妙,剑仙叶孤城是剑神西门吹雪唯一认课的用剑高手。 官方表示,玩家在新古龙群侠传开放山道测试期间,若有任何建议都欢迎透过新古龙群侠传粉丝专业与官方联系。